美台 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Count of Life 繼續在Tessie陪著你們 不知道大家喜歡吃朱古力嗎 原來朱古力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不同品種 今天很開心邀請Michael 歡迎你 Hello Tessie 你好 是呀 今天請你上來 帶了很多很漂亮的朱古力 一起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朱古力的品種越來越多 越來越好吃都越來越漂亮 但在講我們的 topic 之前 我就想講回 其實朱古力是用什麼來做的呢 其實朱古力的原料是很簡單的 其實朱古力的原料就是可可豆 可可豆通常會把它分成可可渣和可可油 所以我們黑朱古力主要的原料 就是可可渣加上可可油 再加上少許糖 再加上少許乳化劑 就是一粒朱古力的材料 原來這麼簡單 是啊 最主要的一份原料都是可可豆 其實現在這麼多不同品種的朱古力 已經在市面上可以買了 越來越好一點 再好一點的質感也有 其實是從一種可可豆 導演變出來 還是可可豆本身有很多不同的品種呢 其實可可豆本身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種的 朱古力漂亮或者很不好吃 其實很在乎你用了哪一種可可豆來做的 大致上來講 其實可可豆是分開三個大的品種 第一種 譬如說比較矜貴一點的可可豆 就是它們的一種叫做Criollo的可可豆 它占了全世界產量只有3%左右 又矜貴又好吃 因為味道比較濃一點的 譬如說一般吃到比較大陸的朱古力 它們就會用另一種可可豆 叫做Forestero的可可豆去做 這個比較平均一點的味道 就比較大眾化一點的價錢 沒錯沒錯 其實一粒好的朱古力 我相信喜歡吃朱古力的朋友都是煮個香味 其實我知道手做的朱古力是挺矜貴的 也都是外國人有很多不同的技術 做一些很漂亮的朱古力出來 其實大概手工朱古力來說 它是甚麼來的呢 製造過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一粒朱古力的製造過程都挺複雜的 譬如說比利時朱古力來說 比利時朱古力你會發覺的特點 就是它會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所以每一粒都要有自己的帽子去做 比利時朱古力的話 通常它會先做出別的外殼 就是用了朱古力 倒入帽子做外殼的盒子 然後等它乾了之後再放些餡料進去 那些餡料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而每一種餡料可能都要用人手去煮出來 把餡料進去就要等它乾了 接著要蓋上蓋子 用朱古力 所以這樣才是完成一粒朱古力的 如果在講一粒手做的朱古力來說 可能所需要的時間 可能是一天 甚至乎有時候是要兩天的時間 才可以做到一粒手做的朱古力出來 一粒 但同時間可以做到很多粒 同時可以做到很多粒 就是一粒 即是一粒朱古力要用一天的時間去做 沒錯 即是它的尺寸都是這麼大粒 沒錯 都很矜貴 而且圖案都很漂亮 如果大家看到 我們現在 Michael帶了一些很漂亮不同形象的朱古力給我們看 沒錯 有鑽石型 鋼琴 沒錯 森 寶石 曲奇餅 哇很多 如果有這麼多變化 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朱古力是代表了一個故事 那 For example 三婆你看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鑽石型的朱古力呢 因為比利時其實是 因為這些幾粒就是來自比利時的朱古力 比利時是一個出鑽石很有名的地方 因為全世界80%的鑽石都是經過 比利時的安德維普那裡鑽石 所以當地就會有特別多這種類的鑽石型的鑽石 那你說其他 其他 比如說 雙手背後它本身有一個故事 就代表了比利時安德維普這個城市 如此類推 其實有種種不同的 比如說你見到圓的上面有一個超像 其實那個超像就是比利時的柱妃 噢 我明白 所以比利時的朱古力的特點就是 它可以是代表了一個故事 其實你吃的不是一個朱古力那麼簡單 不是一個朱古力那麼簡單 只是感受整個Story 沒錯沒錯 就是每一粒朱古力後面都有一段故事 沒錯 都很厲害 是啊 其實比利時朱古力很豐富的層次 沒錯 那我應該怎樣去品嘗 才可以試到一粒朱古力的真的味道呢 哦 如果是 首先我們先說純朱古力 如果你見到我們桌面那裏有一系列的 好像粒粒都一樣的那些純朱古力 我們那些就叫做朱古力圓粒 其實你見到那邊那裏的純朱古力 全部都是叫朱古力 那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分別就是在乎它們的產地是不一樣的 就是用了來自哪個國家的可可豆做過朱古力 那它們本身其實都有每一種 都有它自己本身獨特的味道 是全部天然的味道來的 好啦 那回答剛才你有問題 你問我怎樣可以品嘗那些味道 其實先知聲明 其實吃朱古力 我覺得是不需要這麼講究的 只是整粒放進口裡吃開心就可以了 但如果要品嘗一下那些朱古力 或者你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就是把朱古力放進口的時候 然後你咬裂它 就不要咬爛它 它馬上吞到肚子 咬裂它之後呢 等它在你的口上面 慢慢融化 就感受一下那顆朱古力的感覺很滑 其實當你放進口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那種果香味會先來 然後等它慢慢融化 融化到那麽上下呢 它的味道會變得深沉少少 那就是那些朱古力的味道就會來的 明白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齒及流香的感覺 或是後來的 後來的那個 後來的那個 後來的喉嚨舒不舒服呢 你就不應該覺得它太苦太甜 那其實呢 雖然你說可以一粒放進口裡 對 不需要有什麽技術就可以吃得很好吃 其實吃朱古力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沒錯 慢慢的感覺朱古力是否真的那麽香 那麽滑 那些人其實都追求那個 是可可豆的味道香不香 其實今天我們帶了很多不同種類的 朱古力的元力 可以這樣說 那其實它們有什麽分別呢 大概它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很多時候人們會說 朱古力裏面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但是呢 譬如說蘋果味 有香蕉味 那樣 但其實是很難可以品嘗出來的 那但是 今天譬如說我準備了這幾款的朱古力 就是那個味道會比較突出少少的 那譬如說 有某一種來自 包括新基努亞的 它的那個 煙草味會特別重少少的 煙草味? 是的 那麽有趣 想試一下 試一下 煙草味我覺得很有趣 哪一種煙草味呢 最遠的那一種 是的 最遠的那一種 那我自己拿一粒 沒錯 這隻其實你聞 你都聞到煙草味的 我聞到 馬上聞到的 這個很有趣 這個在朱古力裏面會比較少 看到一些 哇 很久的普通有粒朱古力 但其實它有一陣 那陣煙草味很有趣 通常有些人問我們怎樣去描述這種味道 就是 如果你不吃煙的那些 就是 你當它進入一個吸煙室 出來你的身上 染到那些味道 又或者好像有些 好有趣 我好像是剛剛吃完 雪茄 是那個煙草的味道 沒錯 怎麼這麼有趣 它是另外加了些什麼 還是它根本的可可豆本身 沒有的 其實它是全天然的 其實那個味道就是來自 譬如說它的泥土 以前種過些什麼 又或者是那個飯烤的過程 這個味道 我覺得很驚訝 我沒有想過原來是這樣 可以這樣 因為很多的圓粒都是圓形這麼大顆 沒錯 所以其實都很難分辨 其實每顆都是一樣樣的 對 每顆都是一樣樣的 其實其中有某幾款 就是那個果香味會比較重 譬如說那裡有兩款是來自秘魯的Peru Peru 其中有一種就是來自一個 所謂叫做單一個農莊出產的巧克力 是算是極品的巧克力 它那個果味就特別重 特別有一個啤梨的味道 其次就是有一種來自 來自橡外海岸的巧克力 其實一般的巧克力 都是用一些我們叫做發酵過的可可豆去做的 但是來自橡外海岸的巧克力 我們就用了一些未發酵過的可可豆去做的巧克力 咦 那會有什麼分別呢 那種巧克力就會是最接近可可豆的原味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甜 會不會是 會是 而且你的感覺會是強濃烈一點 因為其實剛才在節目開始之前 Michael給了一點可可豆的碎給我試過 沒錯 他問我苦不苦 我就不覺得苦 我覺得很香 沒錯 當然我吃不到甜味 但我實在吃到很香的味 其實可可豆本身是 最主要是要它的味道 就是香味 它香味 就是糖我們另外加進去 因為巧克力這個東西 就是來自歐洲的 其實歐洲人都是比較喜歡吃甜的東西 所以他們如果這樣吃一些可可豆水 它已經覺得很苦了 已經是 所以他們做巧克力的時候 就一定會加上糖分去平衡那個味道 其實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有時候很多朋友都喜歡吃巧克力 就在說 選巧克力的時候 那個可可豆的含量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何會這樣說 即是它越高 那個含量 其實我覺得 這個東西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初頭去接觸巧克力的時候 我們都經常會問這些問題 就是覺得巧克力的百分比含量多高 但是接觸了巧克力之後 我們就發覺其實這個百分比 其實就未必是這麼有代表性的 為什麼呢 因為百分比很抽象 譬如說我70%對Tesli 或者是對你的朋友 可能我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70%是怎樣呢 就是有多苦或者有多濃 不知道的 還有這東西其實是沒有代表性的 完全沒有代表性的 因為其實那個70% 那個percentage裡面 是包括了什麼呢 其實是包括了 我們剛才說的可可渣 和可可油的 那到底有多少渣和有多少油呢 這東西 就不會有人告訴你們 OK 其實它寫出來 For what 就是我要吃70%的dark chocolate 我只可以說就是 這個可能是 近年來那些人追求 所謂要品嘗一些極品的巧克力 其實很難找到這麼多極品的巧克力 所以唯一就是可以在百分比那裏做少許手腳 做少許功夫 做到一樣東西就是 好像百分比越高 那天巧克力就越漂亮 那我就 我都明白了 主要想讓人覺得 你吃一粒巧克力是很好的 還有一件要注意 就是通常在外面 譬如吃到百分比很高的巧克力 你就會吃到一種很苦的感覺 是 很多時候我問這些朋友 你買一包85%的巧克力 有什麼感覺吃完之後 不甜 很香 很苦 很苦 其實很苦就是通常這個答案 然後我就會證明給他看 我剛才也給你試過 就是那些可可豆原粒 可可豆稅 這些可可豆稅 或者這一疊看清楚一點 我先拿出來 可可豆稅的話 100% 都不苦 那剛才你試過是苦不苦 完全沒有那種苦味 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要是追求percentage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追求那個 可可渣和可可油的比例 嗯 因為剛才你吃的那些是可可豆稅 它是渣和油都有在裡面 是天然的 嗯 但是如果你做一些人做巧克力的時候 如果有時候有些人 他說我85% 但是他給了很高含量的可可渣 你吃的話 那你吃下去就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很苦 很苦 還有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因為在做巧克力行業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是可可油才值錢的 可可渣是相對來說 價錢會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他給了很高含量的可渣 你吃的話 那一陣子的巧克力 對他來說可能會便宜一點 但是他賣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賣貴一點 嗯 明白了 他就告訴你 很高含量是沒有騙人的 沒錯 只不過成本比較低一點 我猜的 我們這也是揣摩下產 揣摩下的 好了 我們講了這麼多故事 都知道這麼多不同的品種之後 我們一去講個轉頭回來 繼續Quality of Life 音樂不單止可以聽 還可以按摩 O-Sim聲聲帶 最我喜歡的音樂 拍成鼓動式按摩節奏 舒緩肩頸肌肉 一邊聽歌 一邊享受按摩 音樂魔力 重新感受 O-Sim聲聲帶 O-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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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菌 防媒 匹味 一枝鼻腸炭 淨化家居 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鼻腸炭專門店 炭資源 爆暗瘡 出濕疹 常失眠 食藥食到灰 中西醫藥搞不定 天然療法是你唯一希望 Amax 要借住甲荃 就要用真正無甲荃的傢俱 Qubis靈甲荃智慧家具 可自由組合 快點登入這個網址看真點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鬥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plus開創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Cology of Life 繼續有Tessy和Michael在這裡 和你談談朱古力 剛才說了那麼多不同品種的可可豆 原來可以做不同味道的朱古力 有煙草味 有果香味 有好濃 我沒想過原來是因為成分一樣 但是因為它在不同地方出產 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沒錯 其實剛才Tessy都試過了 試了幾款的朱古力原粒 其實它們的味道很不一樣 有些有煙草味 有些有啤梨的味道 但其實它們所有的百分比 都是一樣的 而且你試過了 其實剛才的濃度也很高 也挺濃 但其實我們帶來的一批朱古力 百分比只有65% 所以其實一顆漂亮的朱古力 不需要一定是很高的百分比 才是很濃的 我們說到很漂亮的朱古力 你說不是那個百分比的問題 那怎樣才是一顆優質的朱古力呢 其實我想簡單一點來說 通常你去到那間朱古力店 很少會告訴你 我那裡的朱古力的可可油含量是多少 不會 而且又用什麼豆去做 很少的 我想其實吃朱古力就簡單一點 其實朱古力最重要的是吃下去 你自己覺得好吃就可以了 開心 但是你想問我 怎樣叫做一顆好吃的朱古力 其實通常一個專家 他就會追求那顆朱古力裡面的滑度 也就是說那個可可油的含量 如果他把朱古力含量的時候 他會覺得一種很滑的感覺 因為其實可可油呢 是一種很滑的油來的 因為它是最接近人體的溫度 那裡溶化的 那麼他給一切的油 都會感覺上是很綿很滑很舒服的 其實吃朱古力 吃漂亮的朱古力 就是在吃這一種感覺 明白 最重要是你那個很滑很滑的感覺 就是一顆漂亮的朱古力 沒錯 其實我們講完一些朱古力的圓粒 什麼是漂亮的朱古力 我想說回今天我們主要來 帶上來這麼漂亮的朱古力糖果 原來就是這些 其實我一直以為朱古力就是朱古力 嗯 朱古力糖果就是朱古力糖果 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原來是這樣就為之朱古力糖果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朱古力朱古力朱古力 其實嚴格上來說 我們在市面上是買不到朱古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剛才你看到的 那些朱古力圓粒就是朱古力了 那些其實是朱古力的原料來的 好了 在一些高級的朱古力店 或者超級市場買到的那些是什麼呢 其實嚴格上來說 應該就是叫朱古力糖果的 加到兩個字在上面 那些是其實因為是加工過的朱古力 可能在工廠裡面加工過 也都是可能由一個朱古力大師 用剛才的朱古力圓粒 去再造出來的一種朱古力糖果 嗯 現在看到桌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朱古力糖果 它們都是很漂亮的 朱古力糖果 come from 比利時的 是嗎 朱古力也是比利時的 因為我知道了 比利時和法國的朱古力 在這個世界來說 就是數一數二的 沒錯沒錯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排名會這麼高 為什麼不是其他地方 其實我想是因為當地 那些人看到 他們自己很喜歡吃朱古力 很喜歡吃甜品 還有其實可能這麼巧 就是當地在某一段時間 就出現了一些很出名的朱古力大師 然後很多人就去了那裏取經 在那個地方形成了一個氣候 就是一個朱古力的基地 我相信就是比利時和法國 都為了這個因素 其實都有一些相關的 因為其實比利時裏面 它們都有很多法國人的 還有法國也有法國人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在一個文化上的溝通交流 是很頻繁的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比利時和法國這個地方 兩個地方就變成了 做朱古力特別出名的 對手都因為始終 那些人越喜歡那樣東西 就會越擺放多點心機 去研製成品 沒錯 還有一向法國來說 他們的甜品也是很出名 沒錯 所以當然他們的心得會比較多 說了那麼多這麼漂亮的朱古力 也讓我試了一些圓粒的味道 但我們現在要說 跟朱古力也有一點點欠 就是配那個飲品 因為其實今天除了是朱古力之外 我們會說這個貓士咖啡 還有一種是配朱古力的酒 這是挺特別的 首先我們會說這個貓士咖啡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 我也有聽過 喝我就沒有喝過 我知道今天麥可很好 就帶著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沒錯沒錯 究竟什麼是貓士咖啡呢 為什麼大家都說它這麼好 這麼好喝 是一個很醜的咖啡 沒錯沒錯 那其實是怎樣 不如這樣吧Tess 不如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我馬上炮製一杯咖啡 給你試一下 難不難的 其實我們就說 其實漂亮的東西 就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所以就是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貓士咖啡就是來自印尼的 噢 今天來的這一款就是 所謂最正宗的貓士咖啡 就是因為是發明貓士咖啡那個人 生產出來的貓士咖啡 因為這些是極貓士咖啡 一包咖啡有正宗 是的 沖的辦法就很簡單 甚至是你在印尼 它也是這樣沖給你喝的 唯獨包裝的 唯獨包裝的 這樣就會是 剪開包裝 都是這樣說 因為去到印尼 通常剪開之後 它就會給你們先聞一聞它 看看這個香的香味 很香 是很香的 我本身不喝咖啡 但是真的很香 沒錯 我很怕它的粉會濕到鼻子 然後就會把它倒進杯裡 需要特別加些什麼 還是一包 不需要的 其實這個大家不要誤會是職用咖啡 其實不是的 其實它真的是 原粒咖啡豆磨成粉末 噢變了 已經有水煲出來了 沒錯 只是加水就可以了 只是加水 只加水大概90度 通常沖咖啡都是這個溫度 是 然後沖大概這樣 好滑色 好像朱古力 我一直以為是朱古力來的 剛才也就是 那沖完再来之後 你可以聞到那個咖啡的香味 我能聞到 現在整個廠都要咖啡很濃的香氣 就要攪拌它 如果它們嚴格來說 不要攪超過十下 為什麼 因為如果攪超過十下 就怕那些咖啡 會和空氣氧化了 這樣就不動了 那就可以了 但是它會焗三分鐘 為什麼要焗三分鐘? 好像蔥杯茶一樣 真的要焗茶? 沒錯,焗三分鐘 我們等他三分鐘的時候 Michael就會跟我說貓斯咖啡的故事 其實就是1969年的時候 就是一個人來的華僑 他叫陳學生先生 他自己本身有一個 是種開咖啡豆的農場 他是一個對咖啡很有熱誠的人 有一天他可能經過看到 有一隻上海貓 可能吃了咖啡豆 然後就排泄出來 他看到這些排泄物 其實我這裡有樽在那裡 我直接就排泄了出來 對,排泄物 為什麼黏在一起? 排泄物黏在一起 對不起 以後就是貓物 如果難聽的話 這個就是貓屎 就是野生貓屎 陳先生當時看到這些貓屎 就很好奇 因為可能他真的對咖啡 有一份好心很熱誠 就拿回去 就真的做一杯咖啡來試試 嗯,很厲害 很有勇氣 拿回去之後 洗乾淨它 然後就烘焙 然後磨碎它 然後就做一杯咖啡來喝 一喝之下 就發覺 哇,很不同的咖啡 跟一邊的咖啡豆 好,其實那個原因就是 那杯咖啡出來的效果 就會是醇很多 嗯 其實就是因為 那顆咖啡豆 在那隻蛇香貓的肚子裡 就發生了一個變化 就是類似發酵的效果 那隻蛇香貓 你不要看它 好像排泄一顆咖啡豆出來 其實它已經消化了裡面 一些東西 其實它就是消化了那顆豆裡面 那些苦味和酸味 噢 所以出來的那顆豆 用來做咖啡 就沒有了咖啡一般的 劫苦 噢 所以喝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 不需要加糖不需要加糖 都不會很苦的 嗯 還有 如果很多朋友 第一次喝貓絲咖啡的時候 我就先奉勸一句 不要說奉勸一句 先告訴你們 不要期望太高 不要期望太高 其實就不是說 咖啡咖啡不漂亮 千萬不要那麼悶 其實就是因為貓絲咖啡 是屬於比較純的咖啡來的 還有一些比較低脂 低咖啡因的咖啡來的 所以你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種很刺激的感覺 但是 其實貓絲咖啡的特點 就是在那個回甘的味道 在那個after taste 那個after taste 會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明白了 就是它就漂亮就漂亮 就是那個after taste的味道 就是入口的時候 是很純很淡的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還有貓絲咖啡當然 為何這麼貴 因為其實它的確是很罕有的 因為其實它 譬如說陳先生這個農場 連產才可以400公斤 一連產才400公斤的 貓絲咖啡 明白 所以是很罕有的 嗯 如你所說 Michael 它是 比我想像中淡很多很多的 沒錯 但是其實它的 after taste的香味 真的很持久 這個就是它的特點 貴到貴在這裡 沒錯 其實今天真的 我覺得這個節目的時間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跟巧克力是一個perfect match 沒錯 要介紹一下這個拔酒 對 沒錯 他今天帶了三種不同的拔酒 但是我們會先試兩種 兩種 因為我們沒什麼時間 我們要快點試 我們首先會說哪一種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拔酒是什麼呢 其實拔酒本身都是用 傳統的拔酒 都是用紅酒去做的 嗯 用紅酒去做拔酒 而現在平時在香港 買到的拔酒 都有用紅酒去做的拔酒 他們就叫做Toni的拔酒 但今天給你們試 其實兩種比較特別少少的拔酒 一種就是用白酒去做的拔酒 還有一種就是四十年的陳年佳一樣 其實大家可以回家試 其實拔酒趁巧克力是絕配來的 它會出現了很特別的味道 但其實香港人都很少會試拔酒 不如我給你一杯白的拔酒來試試 好 看看你試一下會不會有什麼 我只是試了先 我沒有朱古力吃 沒錯 我又不是試朱古力 我相信看這個節目的人都知道我會喝酒 沒錯 在香的拔酒其實我也知道 很多時候的一杯酒 會給對方的感覺很甜 其實漂亮的一杯酒就不會的 特別是白的一杯酒 其實感覺是很清新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 Sweet White Wine 我覺得那個感覺像是 有一點Honey Favour 沒錯 很清香 不是很甜到柳 沒有錯 我感覺到它一定會 適合到朱古力的味道 沒錯 因為它們兩個是帶到不同的甜味 沒錯 朱古力比較厚、香濃一點 它就比較清新一點 我想它是中和反應應該都可以 沒錯 如果我的建議就是 那杯白的酒 大家不妨可以找一顆Truffle 從柳朱古力去試試 是真是很出人意表的 好吃的 等一下就會試 但我現在試過40年的陳年佳藥 好了 陳年佳藥很明顯的分別 大家看到顏色都是陳年佳藥的酒 通常都是我們 對 有些比較深沉 這個陳年佳藥是用紅酒來做的 OK 明天10月之後可以試一試 你知道陳年佳藥的 怎麼說呢 會是厚身很多 厚身很多的 還有 很舒服 很舒服 很舒服的 好像Brandy 那樣 嗯 是啊 它沒有之前那個 那麼Fresh Honey 但是它是沉實一點 但是都是很舒服 很潤的下去 很舒服的 這兩種都是一定可以配到朱古力的美酒 沒錯 我相信經過今集之後 大家對朱古力的認識也都加深了 謝謝你Michael OK 今天我們喜歡這麼漂亮的朱古力 還有說了這麼多故事 也都說了原來 朱古力是用杯酒來搭得這麼好的 沒錯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OK 拜拜 咻